全油管最快新闻,上半年中部几个省份的消费增长未达到预期目标,各省相继推出政策措施促进消费。 其中,河南提出三年行动方案,计划到2025年实现涉销零总额突破3万亿元,同时公布多项措施鼓励消费,将西发布三年行动方案,目标为2024年涉销零总额突破1.5万亿元。 上半年的消费增长压力大,各省加大力度冲刺全年目标。 消费复苏对经济活力恢复具有重要影响,中部省份需要加速推动消费增长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